提到說這個追蹤3.5年0.4到0.7 這個變成說它就必須要有檢查甚至確定的一個 我還是提醒一下這個不是一定的數字這樣子 我只是一個局 那其實各個醫院跟各個醫師看法都不一樣 其實醫院其實它只是一個趨勢 越大它來風險是高一點 那還有活動性其實惡性的級別是比較高 不過其實我們還是要看清楚的一個判斷這樣子 那像我們程座這邊如果大於0.5公分以上 第一次檢查的話就是沒有追蹤 第一次檢查就大於0.5公分來可以結結 這個是不是需要靠它有沒有大便 它有沒有症狀來做處理 那其實通常不容易有症狀 因為那結結體的動機非常非常小 那真的要有症狀 常見的症狀大概是咳嗽 咳咳甚至有些人咳嗽 那會咳嗽它通常還要大腦 然後撥到器官 或者說它直接長在器官裡面 這才會有症狀 通常那個結結都是非常非常小的 那我也有患者有些人他腫瘤 比如說是1公分 6公分甚至10公分才有症狀才來就醫這樣 所以其實我們不會以症狀來做一個移居 那有些人常會咳嗽 其實咳嗽最常常是上呼吸到一個 發炎過敏比例到的 或是會死到泥油等等的 所以其實它有結結跟症狀兩個 不見得是同一個事情 它因復關係不一變 所以其實我們通常不會用症狀 來當作一個絕對移居 簡單說我們就是看到結結 如果確定沒有辦法確定他是良性病 症狀我們通常是會見到最重 大概半年過一年左右做電腦斷程 不過這個時間跟它的大小 還是要看各個議事的判斷這樣子 好 謝謝 谢谢